好我们来看看国内现在物价飙涨 竹记长朱泽民日前在立院被巡时 脱口说出一碗拉米索20块钱 就被批评说吃米不知道米价 今天在网络节目接受专访 他就表示说后来就回去调阅翻阅资料 才知道说其实现在这个拉米索的 现在全国的平均价格是52块 但他为什么会讲成是这样20块钱呢 他说是因为他的胆固醇过高 所以医师叫他不要吃 因此平常也不会买拉米索来吃 才会记错价格 好我们来看看了现在的物价实在是 涨涨涨涨涨到飞天了 上市就有这个接获民众成情说 铜蒿菜其实铜蒿菜本来就不太便宜 特别是因为冬天才有嘛 那么冬天吃火锅 大家可能都会加铜蒿菜啊 铜蒿呢三天连涨三次 有点不可思议了吧 铜蒿菜原本呢 这个民众买的是一斤八十 隔天去买便一斤一百 后天再去看哇不得了 变成一斤一百二十块钱 这是游熟会所接获的成情 然后呢也有早餐业者说 今年的菜价真的很贵耶 我们早餐不是都会吃三明治吗 那三明治哦 有些人都会希望说 菜越多越好 因为呢刚刚好这外食族 很难吃到青菜嘛 早餐如果可以吃到生菜还不错啊 就会希望老板多加个两片 但是老板说今年真的是加不下去啦 因为菜价太贵了哎不要看上生菜耶 生菜一斤 119番茄最贵来到了八十几块钱呢 所以一般卖这种三明治的业者 特别有感那么贵 实在真的是加不下去 这个再加可能就会赚没几毛钱了 那么游熟会就怎么说呢 他就有接获成情啦 他就说现在有人说葱一把 变成怎样四百块真的见鬼了 还记得吗 好久好久以前可能大家还有印象 以前葱哦就是老板是用送的 你买萝卜啦买大白菜啦买什么买什么 可以跟他要说葱一把送我 老板都会加减送你 但现在不得了了 现在葱一把 有人说两百有人说四百块 另外有说奇怪现在也没有台风 也没有水灾啊不懂哎 这葱到底是在贵几点的啦 还有说从五倍欠出来以后 很奇怪这么巧 东西就开始涨价了 然后另外呢他说就连黄昏市场的菜都很贵 以前婆妈都会说嘛 这个不要到这个超市去买 去黄昏市场买比较便宜 但现在黄昏市场也不见得比较便宜咯 好那么现在呢 游淑慧就说当然贵啦 因为这些官员呢出入有司机啦 喝的红酒别人买单的 怎么会关心 怎么会知道现在一斤葱多少钱呢 好哪些人被他点名 买同苏打筒编的苏贞昌 另外一碗 以为一碗LAMISON20块钱的竹记长朱泽明 另外呢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不是特别设置一个平价专区吗 说去超市有个特别平价专区 有名称用品都在那边 比较便宜的让民众可以去购买 经济又实惠 但他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通膨吗 还有陈吉仲 他为国外的这个莱猪来辩护 另外还有我们的卫福部长 陈时中 他喝的红酒应该也不是自己买单的 所以难怪会这么贵 但是官员都不知道 我再次的强调所有的农云民朋友 跟农委会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稳定供应全国消费者 所有所需的农云蓄产品 我想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好 那我们农民非常的辛苦 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那米更是供应无余 我们欢迎所有的消费者 在这时候都采购我们的国内的农产品 我们相关的物价 我已经再次的强调 相对其他的国家 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合理的水准 各位看一下我们白米的价格 看一下我们猪肉的价格 看一下我们蔬菜跟水果的价格 当其他国家大幅度在波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农民依照自己 所有的生产的能力 大量的来提供给 所有的全国的消费者 我想我们会秉持这个任务 所以在这里还是呼吁大家 都消费我们国内的农云区产品 散开